歡迎回到吉隆新聞的現場 市政府從今年的4月份推動市容整頓 現在下路的商家就陳情 明明是同一條路 但後段卻不在取締的範圍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一塊來看今天的市民信箱單元 他們可以擺我們不能擺 然後我們問他們理由他們說 規劃是我們第一條 然後再規劃他們 儘管才開店做生意沒多久 民眾就抱怨連連 強調明明只差一條街 人潮一樣會走 但為何市容整頓小組 只取締孝二路 到了中二路和孝二路的後段 就不納入範圍 中二路到中四路都可以擺 這樣不公平 要嘛就孝二路全部都不能擺 一國兩制 等於說一條街這邊可以 這邊不可以 不對吧 市容整頓小組 從今年的四月中旬起 整頓市區重要的幹道 騎樓 人行道 宣誓要把空間還給用路人 但下路的商家就向警方抱怨 取締的範圍等於是一區兩制 經常接到商家抱怨的警察局 第一分局遠警也很無奈 強調礙於市政府 目前公告的範圍 警方也只能夠依法取締 我們配合市政府的一個決策來辦理 那當然市政府他決策的時候 會考慮到路段 那這個路段我們是選擇說 外來人口比較多的路段 來先做實施 那我們知道基隆市街道蠻多的 大概這個街道的整治 需要很龐大的人力 那目前我們警方也好 我們市政府的人力也好 通通是不足的 所以每一個整治的階段 一定有先後順序 那目前來講我們仁二路路段 雖然到中二路這邊 是一個階段先來做實施 那仁二路到中山路這個階段 我們下一次我們也會列為實施的重點 警方強調市容整頓的業務 警察局只是站在配合市政府的立場 每天下午三點半到晚上七點 會派員到整頓的範圍 勸導核取締 也希望商家能夠配合 還給路人乾淨的空間 記者黃少民採訪報導